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犹他州的中产 住在怎么样的一个小区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在 今天还是介绍阿派这个社区 因为这个社区的学校特别的好 公立学校特别棒 是在我们犹他county东面的话 那这道房子呢 眼前知道它的占地呢 是稍微小一点点 差不多0.1的acre左右 然后呢它是室内3900尺 两个车库前面有两个长的driveway 室内是四房三位 二楼房间处够多 进去看一下吧 这套户型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白楼 小区呢有一个pickball cart 有小公园 那每个面的物业费呢 是差不多是100多 我们正面进来了 看一下这套户型 大家觉得怎么样 一进来右手边啊 是一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叫powder room 然后呢 卫生间旁边这个门是通往地下室 然后穿过这边走到这里 有个小的旋转龙梯通往二楼 有一点的小华丽的感觉 这边railing啊都是做过升级的 这里呢 眼前就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餐厅厨房的一个区域 左手边看一下 左手边这扇门呢是 两个车的车库的位置 车库呢有窗的采光不错 这里是一个餐厨厨房 然后呢客厅在这个位置 family room客厅 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这里啊 导台 平板柜子 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十万只 然后最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台面啊 是大理智台面加厚的六厘米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升级 非常大的一个升级 包括它这个柜子平板的材质 虽然没有做到顶 但是它这个柜子呢也是相当做的相当高的 然后给大家看下这个院子 院子呢 呃不是特别小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够用 这里呢其实是个派地友啊 派地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栅栏 一直到那边 是吧还是有院子的 感觉还是有院子 这个院子的size呢也可以 还不错 我们还是回到屋里 给大家去 给大家二楼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啊 二楼 二楼呢想给大家看一下 它几个房间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呢是一个小旋转楼梯 跳高的 楼梯这头啊是跳高 二楼一上来 左手边呢 它这个户型特色一上来 左手啊是个洗衣房的一个位置 洗衣房的空间 那洗衣房旁边呢 有二楼共享的这个卫生间 也在这个位置 还做的还蛮 淡雅的感觉 柜子啊跟厨房是同一个颜色 这卫生间出来呢就是这边有两个房间 房间还是算比较大 这是第一个房间 然后这房间旁边呢 是第二个房间 这房间比较大 然后我们这里上来 右手边是个走道 走到这里呢 还有两个房间 先看右手边 右手边是二楼的第三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对面呢 就是一个主卧的空间了 这个主卧呢 还是采光非常不错 因为它两面有窗的 而且主卧的一面窗望出去啊 几乎是跟这个邻居隔得相当的远 所以私密性特别好 隔得相当的远的 采光特别好 然后看一下主卧卫生间 卫生间也做得特别的 简洁啊 比较简洁 不是特别华丽 但是呢 比较的舒服啊 双台盆 那它这里呢 有窗采光也很棒 这里是大的花洒 是一个淋浴的空间 那这套房子 主卧就没有浴缸了 因为它这个卫生间比较小 如果要做淋浴就没浴缸 有浴缸就没淋浴了 所以面积就这点 右手边的是马桶 这是主卧的衣帽间 给大家看一下 衣帽间还是挺宽敞的感觉 这衣帽间挺大的 好 You can turn off right now Yes You can turn off 先给大家去看看地下室 这样一套房子 这样一套户型啊 在我们游它都是比较的 中规中矩的 它呢就是很 很典型的美式风格的别墅 长啥样 就是这样子的 你说它的户型特别的出条呢 也不是特别华丽 特别的那种漂亮 但是呢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户型 然后这个价位在犹他州 其实也不算便宜的 这是因为我们犹他州的经济特别的好 公司特别多 因为我们有我们这边的特色呢是 主要是有的地方它是商业特别隆重 有的地方是工业特别好 那我们这边是高科技的公司特别多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房价在这边 也不算特别便宜 右手下来啊 这里有个窗可以做为家庭室 然后呢这里有 其实是个卫生间的空间啊 管道啊 然后里面里面呢又是一个房间 你可以作为两个房间 或者一房一厅的 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然后楼梯下来左手边看一下 呃这里呢是楼梯下的一个储藏室 里面呢也是储空间了 那这套房子呢 其实地下室面积并不大 就可以打造成一房一厅一卫 那这套房子所在的这个社区呢 它其实算是我们 由他州沿湖镇周边算是比较 呃中档偏上一点点的这样的社区 因为他这个价位摆在这边 所以这个价位呢 在我们由他州房子那不算特别的便宜 因为呃他这个location好旁边就是离海大公司啊 就很多比如说从外州搬来的客人都是呃生活物价比较高的一些地方搬来的啊 我觉得这边的房价还是来说企业相当的不错 还是非常能够承受的呃感觉是吧 但是呢呃呃你相比较像我们这边的房价比一些更中部的地区啊呃 呃来说的话呢是比较贵的是因为我们这边有我们的产业在 因为我们的这边就是高科技公司的产业在所以说呢 他也不是呃特别的便宜呃 呃但是呢由于这边我们由他州啊他是低失业率 经济特别的好 所以呢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搬到我们由他州来进去生活 加上我们由他州是全美前三大安全的州之一 所以他是对小孩子特别的友好啊 小孩子在这边生长呢 他是非常的安全的 以及非常适合老年人在这边退休生活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在由他州有职业需求的话呢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